那時候的年代 我們演員很少跟觀眾接觸的時候 我第一次出唱片 我去電台宣傳 就有人打電話call in進來說 陳雅蘭原來你是女的 我還想說長大我要嫁給你 其實真正領悟到歌仔戲的美 是從楊麗花身上領悟到 像耍扇子玩了之後 她是有層次表演的 團長有沒有跟你說過 這麼多年來 她真的當初那時候是看中了你什麼 她看到我認真 包括那一對健美 我說來來回回大概十幾次 她說 好啊 你不堅持過的 你再繼續畫下去你的皮都破了 我們現在太亂了 我的孫子太阿嬤了 什麼什麼都有 她就坐在電視那邊 很霸氣的坐在那邊 這就是沒有關係 不可以 我一定要再做一齣 長好正義 我心裡想說 現在年輕人 誰跟你談什麼忠孝結義 我們的志景師已經凋零 然後編劇又斷層 所以我做完家慶君 我就跟我的師父坎坎 我就跟他說 我真的很對不起 我沒有辦法去穿層 因為我好不容易賺了一筆錢 然後每次拍個短戲就花光光 風趣的人物 忍真的故事都在大於知道 人家說電視裡面最吃香的就是俊男美女 今天我們親愛的來賓 兩者她都具備了 對吧 謝謝謝謝 陳亞來小姐 今天來講話 我們先介紹我們的菜好了 因為怕它冷了 好 第一道清炒中捲 這個中捲是來自於澎湖 澎湖是你的家鄉對不對 那這個 鴨肉米粉 冬粉 意義更特別了吧 對 講一講 一開始就要講這個喔 講 衛生紙幫我準備好 有 沒有啦 我是怕吃了流口水 謝謝 這個故事是什麼 冬粉啊 這要講到我的父親 不行啦 婚姻就是團長 小時候的 對 他是在 我算出生在一個歌仔西施家 父親就是在內台戲的 做一個 寶銀社少女歌劇團 那他是憲兵出生 所以他都用 軍令式的教育方式 然後18歲的 全部都是18歲的演藝人員 所以叫做少女歌劇團 那每一個人他都非常的要求 非常嚴格要求 就是我記得聽媽媽在講 就是因為他們以前內台 就是在類似像電影院演戲 那那個 紋身跟五身有差別 紋身搖著扇子的時候 你就要這種 輕輕的 然後身體要互動 可是那天氣太熱了 那個 那個紋身真的是受不了了 他就 沒辦法那麼優雅 下來就被我爸爸 臭罵了一頓 你演什麼 你是演文生 你動作你在演彩灰喔 彩灰就是那種頑固子弟 頑固子弟才會說 那種那種樣子 所以我爸爸是非常非常要求 所有的演員在舞台上的表現 因為那內台是賣票的 你不能對不起觀眾 而且你每一個行當都要很精準的到位 從你的身世背景到你的舉手投足 所以到了電影興盛之後 我們就全家就到外台來演戲 叫做意願歌劇團 那我從小 因為有一句禮俗語叫做 北部無聲事生兒子來作戲 就會覺得讓人家 覺得我家庭好像跟人家比不上 所以我讀書的時候都不敢帶同學到家裡來 做比較辛苦的工作 對 就我家都是布景啊 就覺得好像 讓人家覺得好像 看我不齊 我們家跟人家 到你家可以看到很多時代的故事 對 就是跟人家不比平 然後我就不喜歡歌仔戲 可是呢 到了後來 到楊麗華歌仔戲團 我的恩師楊阿姨那邊之後 就小有知名度 就我從台北回來之後呢 他就很晚了 就他一個人 然後他就問我說 餓媽 我就說 因為以前父親不會這樣跟我說話 他就是都是媽媽嘛 他說餓媽 我說有一點 就覺得好像自己 自己上了電視好像有點 可以光宗耀祖了 就敢跟他有一點撒嬌 不然我們真的可以離他多遠 是多遠 就說 嗯 餓了 他很講台語啦 你想要吃什麼 我要吃 外面的五肉冬粉 因為那家鵝肉冬粉 他有加那種冬菜 就很香 然後那時候 我不知道他已經生病了 他怎麼第一趴就錄這個 我不知道他已經有胃癌了 他其實是不適合吃這些食物 但他陪著我坐下來 他就來了 我們婦女兩個人 他就陪著我 把 把那個食物給吃完 那時候我就覺得 好像跟爸爸好親近 以前從來覺得 他走下這一步多不容易喔 對 就從來好像覺得 父親只能遠觀 從來沒有想到 他可以跟我這麼接近 可以感受到他 他對我的感情 而且很開心的 把那碗 冬粉吃完之後 然後再回到台北 就 就 演一部我自己主演的戲 叫做 新戲將記 以前也是楊愛儀演過的 在過程當中 我母親知道不能再瞞我了 因為她不想讓我有後顧之憂 她覺得你去到台北 就是 當人家的學生 你不能 有任何的要求 所以其實我爸生病很久 他都沒有告訴我 我唯一就是 有一次 回去醫院陪她 那時候看到她的時候 已經非常 她是一個 很愛打扮的人 要體面 對 那時候看到她 躺在病床上 我也不敢哭 就一直看著她 然後晚上就打地鋪 在她的 在她病床旁邊陪著她 可是隔天有我通告 我的母親就一直趕我回去 父親也叫我說 你不能延遲 就唯一 最後一次就是 那個時候陪她 接下來就是 就是回來送她離開的 這碗鴨肉冬粉 其實是父親 對你表示出 他對你的愛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 應該是他對你那時候的 你的努力 他給你一個 OK 得到父親這個OK 太不容易了 他的自我要求是很高的人 他都從來不會把愛說出口的 他還能可以吃一本鴨肉冬 已經是他對於愛最大的能力的表示了 對 他曾經在過年的時候 可以發脾氣 然後那種 我們 我們是一桌團圓在吃飯 他可以把 飯桌這樣一掀 然後那個 我看到那個米粉 是直接黏在那個 天花板上面的 團圓飯 所以我們對他都敬而遠之 都覺得說 我如果做錯了什麼 可能會被處罰 會怕 所以就從來沒有跟他親近過 所以那一天跟他吃這一碗 鴨肉冬粉的時候 是我記憶最深刻 跟他靠得最近 然後可以感覺到那個 呼吸跟彼此的那種溫暖 那是我意思 你看你從他的工作 他的要帶領的團 而且都是年輕的青年兒 他必須靠紀律 他必須靠自己 把自己武裝起來 即使是你 所以你覺得你的 小時候的成長 應該很紀律很嚴格 你們家裡 其實喔 我讀書以前是跟著 爸爸媽媽的 就還沒有上學的時候 是跟著父母親的 那時候還小 那開始上課的時候 父母親他們就要工作了 我們就是野孩子 父母親都不在 尤其爸爸不在 所以就 但是 其實像他的小孩 也不會野到哪裡去啦 對 就是說 就自由了 放風了 然後只有我跟我哥哥 那哥哥的個性 又比較溫和 所以幾乎是 我在照顧哥哥 就是我會比較堅強一點 那但是 一直到了我願意 負擔佳記 進入 我們自己的歌劇團的時候 我那時候 已經當小生了 那時候你國中畢業的時候 國中畢業之後 我跑了半年龍套 那後來看父母親很辛苦 經營劇團 所以我自己主動要求說 我想學習歌仔戲 然後就從早上四五點就開始 把以前沒有練過的功 我們全部開始重練 就跑原廠 蹲馬步 什麼都練 刀槍劍擊 什麼都練 練到有一個程度 大概應該是18歲的時候 我們劇團小生 因為想要調高價錢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小時候 年輕嘛 就是記憶力好 就聰明嘛 所以我都在旁邊看 其實我都看懂了 那再加上把那些 功夫都學會了之後 我就上場演出 可是演出的時候真的太累了 然後我們的劇團 就有人找人家來按摩 然後我想說 欸 我應該也得可以按一下吧 然後我就說 欸師傅師傅 各位 我這肩膀 因為我們都要綁 綁那個盔甲 綁得緊緊的 我說我這邊好酸 按一下 我想我父親一看 女兒子穿金貴腿 你怎麼可以給女兒子 不就是按一下肩膀 他覺得絕對不能 不行 所以他很嚴格 所以應該從小那時候 就在幫你做準備了 嚴格的自我要求 然後團體 然後非常要重視自己 絕不能夠輕易的 看清自己 對 而且要做 就要做到最好 所以做對得起自己 然後對得起觀眾 可是你那時候 國中之前 你不是說你不喜歡 各仔細 你不喜歡這個家庭 因為你自己每天在外面跑 但是最後是誰說服你 就來承接家庭這個工作呢 團長有沒有跟你說過 這麼多年來 他真的當初那時候 是看中了你什麼 他看到我認真 包括那一對健美 我來來回回 大概十幾次 他說 好了 你不肚子餓了 你再繼續畫下去 你的皮都破了 開始播出的時候 他就說來來來來 你來坐在我旁邊 看你演什麼形 然後我就看我出來 然後我就 啊 啊 啊 一直往 往影子下滑 他說 坐好 你愛敢看你自己 人不才會看你 國中之前 你不是說你不喜歡各仔細 你不喜歡這個家庭 因為你自己每天在外面跑 但是最後是誰說服你 就來承接家庭這個工作呢 你能夠就立刻轉變嗎 嗯 因為讀到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的年代就是 我哥哥可以升學 我父母親可以支付 讓我哥哥升學 然後但是 他說女孩子 那時候觀念都滿 女孩子以後要嫁人 不用讀那麼多書 我那時候想要去學美容 因為我舅媽在美容 想要去報名 結果那一天那一家 美容 美容補習班剛好沒有開 結果沒辦法 就回家 那因為我爸爸喜歡住廟邊嘛 那你知道廟都很龍蛇混雜的地方 那我父親覺得想想也不對啊 他這個女孩哥哥去上學 然後我們兩個夫妻去經營劇團 都在外地 那一個女孩子你下班之後呢 回到家裡來沒有半個人 然後就在廟邊 所以他覺得不放心 就把我帶在身邊 那我爸開口了我能講什麼 對 當學生你覺得你自己有沒有這個條件 我沒有想過 對 我沒有想過說我想謠言 所以我媽媽跟我說之後 我說好 但是我告訴你我是不唱的 我就是跟著你們嘛 缺什麼我就上去嘛 所以我一開始就跑龍套 人家說喔帶刀 我就喔帶刀 喔帶槍我就帶槍 這樣 然後就這樣跑圓場啊什麼 跟著大家這樣跑啊 然後打打殺殺 然後就那當龍套很簡單啊 但是還是要有基本的功夫啊 對 然後如果沒有龍套角色 我就蹲在旁邊看戲 反正死都不上場 除了龍套以外 你那時候什麼時候第一次發覺 你演出有人鼓掌了 覺得你真的是好了 應該是開始演小聲吧 就是我爸爸的劇團 那你知道南部有很多粉絲很喜歡小聲的 就歌仔戲最吃香的就是小聲 所以呢就有貼紅紙 就會覺得其實我也沒有演比別人好 只是年輕 然後學習力強 然後認真 因為不認真下來會被打 嗯 你太可惜了 我覺得你一定是你的某一種的風韻啊 或者是你自己的身材 或者你總統的你的造型 或者你的功夫 一定把你在腳聲這個工作上 發揮的如此之好 你一定有些天生的本質 在那時候突然 再發出來 我覺得我真正 呃 看到 學習到歌仔戲的訣竅 是到楊麗花歌仔戲 嗯哼 那其實 呃 雖然說 進了楊麗花歌仔戲團 在我父親 我可以用比較簡單的方式就是 幫忙家計 養家糊口 那就是一個工作 然後怎麼演 就是反正帥帥的 大家貼紅紙 我就覺得說 嗯 我好像還可以喔 其實真正領悟到歌仔戲的美 是從楊麗花身上領悟到的 嗯哼 因為我當初到台北的時候 我就住在她的家 因為舉目無親嘛 那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大器的人 她也不會覺得說 哇這個鄉下女孩子來 住在她家 會不會偷拐搶騙 她防人 她都沒有那種防人之心耶 就直接讓我住在她家 然後就安排一個房間給我住 然後我就進出跟著她 後來呢 我就都有演角色啦 那就該演的就照劇本演啊 該講話就講話 該殺就殺 該聞就聞啊 可是你永遠在那個皮毛之上 在皮毛而已 有一天我看到她演戲 我突然間 傻了 怎麼有人可以把男生演得這麼好 然後她從 她的妝容就不用講了 她從她的眼神 散發出那個角色的氣質 以及跟女主角CP的那種 那種調情 她是不溫不火 恰到好處 我說哇 那時候才領悟到 藝術 以前都是在演戲 現在看到她才知道 哇這是一門藝術 我應該要好好的學習 那時候才開始想要學歌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你是洋團長的傳人 而且我可以看到 就是在任何的表演裡面 你是非常出眾的 無論在旁邊什麼人 大家眼光一定不會錯過你 團長有沒有跟你說過 這麼多年來 他真的當初那時候 是看中了你什麼 他是不是真的看到了 你未來的潛力 他看到了你什麼 他看到我認真 就是認真 因為我坐在他家 他就告訴我 開始播出的時候 他就說來來來 你坐在我旁邊 看你演什麼樣的 然後我就看我出來 然後我就 啊 啊 啊 一直往 往眼之下滑 我說 怎麼這樣 他說坐得好 你要敢看你自己 人才會看你 你要看你怎樣 那要不好你怎樣改一次 很有道理啊 對 他不管他不只教你演繹 他教你做人的道理 待人處事 什麼什麼都教 甚至我現在說的就是那個畫眉毛 因為我們小生的眉毛不是這樣 你一定要畫得很引氣 因為畢竟我們是女生嘛 所以跟男生的長相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從頭到腳 你都必須要男性畫 包括那一雙健眉 他就告訴我說 你那個眉毛喔 你不要畫得像菜圖 就是好像一片這樣貼上去 你要活 他很像一根一根很像那種 真正的男人的眉毛 好啦他就幫我畫一邊 好那我就回去房間 我就畫另外一邊 然後畫好以後我就覺得蠻像的啦 我就去給他看 他說不行啦 你這瓶怎樣怎樣 我說喔你稍等我 我回去 我說來來回回大概十幾次 他說 好啊你不要再畫了 你再繼續畫下去 你的皮都破了 後來他有提起說 他就是看到我這種認真的 他在觀察你 對 也在考核你 對 他也覺得我好像 好像我不達到目的決 不怕羞 而且我一定要把一件事情做到 有人認可了 尤其是他教我 我一定要讓這個師父認可了 你跟他之間有什麼地方 有沒有相像 相像 沒有他都說我比他聰明 沒有他其實 我相信他在你身上 他看到一些他自己 所以才這麼樣的信任你 這麼樣的培養你 其實他跟我的父 我就常說他如父如母 如姐如有 如父的地方呢就是像我爸爸 我在做怎麼好 他都不會當面誇獎你 所以我曾經被他打擊到 我就說我都快懷疑我自己的人生了 我怎麼 我這麼用心的在做事情 而且我都覺得 我做什麼事都必須要對得起 我自己對得起觀眾 然後後面有一雙眼睛一直在盯著我 因為他要你更高的標準 對 然後我已經 但我知道 可是你也要鼓勵啊 你也要說 嗯 不錯喔 你這如果怎麼樣 會更好 他不會這樣講 他從來不會誇我 只會點醒我 但是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 你都好的我就不用說了 我給他時間 說你的不好 讓你去改進 所以他跟我父親非常的像 可是他又如媽媽一樣的照顧我 衣食住行 每次到現場的時候 他一定帶兩人份 三人份的便當 他都會自己帶便當 因為 拍戲的便當吃久了 會膩嘛 他就會自己 帶一塊鹹皮 如果 有我們在 他就帶三塊 一塊給我 一塊給紀律爐 一塊他自己 然後我今天有跟他報告說 我要來上您的節目 他說 講話要有水準 謝謝 謝謝 就是 就是 他處處都管 你有給他頂我嘴 有 他昨天 他昨天看我最近的報導 然後也沒有看得很清楚 他就說 穿衣服 他還沒講完之後 老爸媽你看 你就是怕人念 你現在都很怕人念 我說不是 你如果看得很清楚 你就會失戀 對吧 看你們兩個 鬥嘴一定很高興 沒有意思 就是 我覺得還是要陪伴 但是我真的覺得 我這輩子太有福報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今天來我們請你來 其實也是一個 預先要幫你祝賀 祝賀在57屆金鐘獎 這次史無前例的 在金鐘獎裡的 男主角戲劇節目 男主角裡面 出現了一個 女生 女演員 這一點 楊老師應該是 非常非常的 稱讚你了吧 總算他有一句肯定的話 來了 有嗎 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第一個打電話跟他說 跟他說 我說我入圍最佳男主角 他說 他沒有說 我怎麼這麼厚 沒有 早就應該這樣做了 早就應該是 對 時代在進步 大家一定要進步 為什麼 我們這麼努力的在詮釋男生 你知道 我21歲進去的時候 他告訴我第一句話說 你要演小生想要成熟 我要40歲 我還要經過19年耶 如果想要一炮而紅的人 才不願意學這個行當呢 就是因為我們是女性角色 要去詮釋男性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你剛剛講說 扮演小生 這個是反串 要有那種鸚鵡之氣 包括從眉毛的裝扮到身段 你怎麼練出男性的味道 那時候的年代 我們演員很少跟觀眾接觸的時候 我第一次出唱片 我去電台宣傳 結果有人打電話 call in 進來說 陳雅蘭原來你是女的 我還想說長大我要嫁給你 這是你在這個戲劇節目 男中角裡面入圍 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我可以 而且用一個大家都覺得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只要努力做 做的事情是正向的 無論你做什麼事情 總有一天一定可能 是當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歌仔戲最帥小生 其實就是歌仔戲 目前我們台灣的最大的天王級 也是傳承人 陳雅蘭小姐 而且今天我們現場還特別準備了包子 跟粽子 包 粽 謝謝 謝謝 就是你在這個戲劇節目 男中角裡面入圍 對你個人 其實這不是第一次你 以反川的角色來冒名 對 但是第一次入圍 而且各方都預祝你 最後是脫穎而出 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對我的意義就是 一個演員受到肯定 就是我們從小的學習 然後終於看見了 其實我們女性角色 全是男性被看見了 對我來講 但是我覺得 對歌仔戲來講 我覺得是 歌仔戲這三個字 透過這個入圍 讓更多人看見了 讓以前沒有接觸過歌仔戲的 他會覺得 歌仔戲 陳雅蘭會以歌仔戲入圍男主角 他肯定會發出以前的資料 他就會去看歌仔戲 其實我們歌仔戲做得很好 很精緻 然後歌仔戲的 飯跟歌仔戲是會黏人的 我只要他一入坑 他絕對爬不出來的 因為太多人不知道歌仔戲 尤其現在的年輕人 第三個意義我是希望 我是覺得說 嗯 我可以 而且用一個大家都覺得不可能的事情 一個女性角色去入圍男主角 這是不可能的 而且評審你看從林波到現在 沒有人敢這麼下決定 對 所以我很希望藉著這個機會 就是告訴大家說 我們只要努力做 做的事情是正向的 無論你做什麼事情 總有一天一定可能 你一定會成功 另外五位入圍的 好幾位你都認識 他是你的好朋友 對 你講了這篇話 你講了三大點 你叫他們怎麼辦 驚天地氣鬼神 一定要給你啦 他們講得出 你能把別的理由 你講了三大點 能夠說得過你嗎 果然是一口一定包你中了 這個一定要吃 所以一定要吃 先吃包 對不對 你吃包我就中 剛好結合 我一定要吃一下 所以你看到那份名單 你覺得怎麼樣 我一定要吃 我是真的 不是我謙虛啦 我覺得他們大家 在這個演藝圈 都有一定的地位 每接到一個角色 大家一定戰戰兢兢 尤其現在的製作 規格都這麼大 大家都花那麼多錢在做 你能夠成為裡面的男主角 是多麼榮幸的一件事情 然後後面整個Team 都在拱你一個人 所以我們接到每一個角色 一定是三更新奇的 類似你入圍的台視播出的 嘉勤軍由台灣 其實是你 不僅是你自己 還是你製作的 可以說你自己完全打造的 整個過程 兩個問題 你是更情願以製作人的角色入圍 或者說 如果今天你最後以女主角入圍 你演出其他的劇 大概都沒有這個入圍高興對不對 應該是 對 當然我也希望說 我這齣劇 因為我們這次是年輕的團隊 然後我們的編劇 也跟現在的世代 非常的接地氣 你知道 歌仔戲編劇不好找 他不是寫連續劇 他必須要文學底子 他必須 四劇成詩 這個是很難的事情 然後加上我們大家的用心 然後加上一些 我們傳承的一些團員 然後其實劇本包裝演員 然後再用其他行銷方式去包裝這齣戲 我很希望這齣好戲 尤其我的重點不是在加興局 我的重點是由台灣 我是要讓大家看到台灣的美好 所以我希望這齣戲被看見的成分 我會再期待再高一點 我剛想問的問題 我們節目中段 我們報到這邊就是 你明明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士 但你今天是以男主角來入圍 證明你把男的演得太好了 你怎麼去抓男的角色 你怎麼去做的 我以前真的有 那時候的年代 我們演員很少跟觀眾接觸的時候 我第一次出唱片 我去電台宣傳 就有人打電話call in進來說 陳雅蘭原來你是女的 我還想說長大我要嫁給你 因為那時候沒有跟觀眾這麼的接近 卻以為你是男的是不是 真的以為我是男的 真的以為我是男的 因為然後我坐計程車的時候 那個計程車司機來問我說 欸年輕的你做朋友 沒有因為我們一直要把自己 給男性化 但是我談過戀愛喔 不要 我知道 我是心理女性 但是我們會一直在行為上 比如說胡瓜也常常笑我 他跟我開會的時候 我常常就這樣做 然後我錄音跟曹雅文錄片尾曲的時候 我也是坐在錄音室 我也是做那種皇帝的樣子 然後從丹田把聲音唱出來 他就覺得 還要配個龍翼給你嗎 沒有 他就覺得怎麼那麼可愛 怎麼會唱歌會這樣子 就是我們在訓練我們的所有的 所有的肢體語言 所有的過程當中 你都要把自己設定成男的 那剛剛端哥有問我說 我怎麼去詮釋男生 其實我很建議你問楊麗花小姐 因為她是開山鼻祖 我是模仿她 坦白講 我從頭到尾都模仿她 所以人家才會覺得 我跟她很像 我是她的私生女 對 我就是一直看她的 又是個誤會 對對是個誤會 所以我一直看她的表演 然後我就學習到 學習她 再來 接下來呢 你就必須要走出自己的風格 就要內化 就算模仿也要有竅門 你告訴我你模仿她什麼 比如說真的你看到她 演一個帥氣的男性的反串角色 她哪一臉抓的 拿捏的特別好 你學到的 比如說像耍扇子完了之後 她不是耍扇子完了之後 帥嗎 這樣不帥 她是讓你漸漸漸漸進入的 她不是只有 那是怎樣 是被點穴喔 我們是會告訴你說 我在看著你 你懂嗎 我要告訴你一件 非常好的事情 或者是我要讓你進入我的心裡 它是有層次表演的 就是 我覺得我剛剛看你那個眼神的整個過程 那已經完全變成你自然的 你的自己的意見 你自己的動作的一部分了 你能夠拿捏的恰到好處 而且事實就放出來 對 就是有從老師那邊學習 然後自己再找出這個角色的定位 所以我要問的問題就是 你覺得你的魅力呢 我的魅力應該別人來講吧 怎麼要自己評斷一下 我的魅力就是全身都是魅力 這話講得好 疑男疑女啊 我女生也有女生的魅力 我 嗯 對 我 不會自己 那我問一點 其實也舉 也舉 不夠禮貌 你覺得你作為一個女性的柔媚 我們看到的幾乎都是 在舞台上反串 當然有時候在綜藝節目 總覺得看到你女性的一面 你女性的柔媚一面你是 你怎麼去掌握 不要因為演太多男的角色 你都沒了 會不會 我私底下還 還 我也不會小鳥一人 就是 比較不會扭扭捏捏 然後直來直往 對對對 我覺得你是一個很直爽的人 對 然後所以我 私底下的女人 女的的時候 我也是直來直往 我不會說 不要啦 這樣我自己會起雞皮疙瘩 但是戲裡面 戲裡面 就像我們 楊麗花歌仔戲 第一次登上八點檔 我是演一個郭皇后 她要去右拐曹坯 她就開始要會跳舞 然後我學習舞蹈之後 導播又給我特寫 我就會這樣跳 然後這樣 就是那種稍微有古裝一點的 你就必須要很投入進去 對然後演繁梨花的時候 你就不能這樣啦 就是我們在小巨蛋的時候 演繁梨花的時候 她就是必須要都有那種 武將的那種感覺 然後等到看到薛丁山的時候 就 哇好帥喔 就有那種 女人看到男人的感覺 所以我們會 依角色而去演 投入那個戲 但私底下 就像端哥你現在看到的我一樣 所以也就是大家一直在問你 你明明可以做很多輕鬆的角色 你可以去演電視劇 你可以做一些連續劇 你可以做綜藝節目主持人 你都區別了一切好的條件 你為什麼還要做這麼辛苦的歌仔戲 我們現在太亂了 孫子太阿嬤了 什麼什麼都有 她就坐在電視那邊 很霸氣的坐在那邊 這就是沒有歌戲 不行的 我一定要再做一次中校正義 我心裡想說 現在年輕人 誰跟你談什麼忠孝結義 我們的治景師已經凋零 然後編劇又斷層 所以我做完家清軍 我就跟我的師父肯談 我就跟他說 我真的很對不起你 我沒有辦法去幫 我沒有辦法去傳承 因為我好不容易賺了一筆錢 然後每次來歌仔戲 就花光光 所以也就是大家一直在問你 你明明可以做很多輕鬆的角色 你可以去演電視劇 你可以做一些連續劇 你可以做綜藝節目主持人 你都具備了一切好的條件 你為什麼還做這麼辛苦的歌仔戲 我覺得我一直在說 紐約有百老會 義大利有歌劇 日本有保總 歌舞技 唯一源自於台灣的劇種就是歌仔戲 在早期呢 人民沒有辦法接受普及教育的時候 沒有電台沒有電視 他從歌仔戲的忠孝結義 學到做人的道理 學到尊師重道 他是這麼美的一個台灣的文化 我很榮幸成為一個表演者 就是在傳遞歌仔戲的訊息的表演者 人家說看看他的孩子怎麼會變壞 歌仔戲既是我的根 我從母親的肚子裡面 就選好了職業 一直到跟隨在我恩師楊麗華的身邊 他一直希望把這個台灣文化發揚光大 讓世界讓國際 都看得到我們台灣最有特色的一個劇種 別人都這麼珍惜他們的文化 我們在這個領域的表演者 更希望說大家不要忘記 歌仔戲呈附於這塊土地的能量 而且它必須要傳承下去 不能以後只能透過紀錄片或者是傳記 才看到歌仔戲這三個字 而且它是這麼好的一個教化意義 它應該被永續的流傳 不能直到此為止 那為什麼堅持要做電視歌仔戲 是因為它的傳播力太過強大了 我的嘉慶君由台灣30集 累積了1500萬人次收看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拓展力 但是我的嘉慶君由台灣 也是產官學合作 很多企業知道我們 對歌仔戲傳承的理念 冠名 然後文化部有支持 然後我的學校 我們師範大學 有一些學長寫 大家很多都義務幫我設計主視覺 包括我的周邊商品 但是缺口還是很大 為什麼它是台灣 現在台灣唯一的一部古裝劇 我們沒有古裝場景 我們的製景師已經凋零 然後外面都沒有景 你很多都必須要用電腦去做 然後編劇或斷層 然後有一些你們看不到的配備 所有的戲只有導演 但是我們歌仔戲必須要有戲曲導演 要有唱腔指導 要有聲段指導 然後還有提詞輔導 還有文武場 我們要進錄音室 每一個都是需要傳承的一個分工產業 對 但每一樣產業大家都處於中斷 對 所以就要問你了 你一個人你能做多少 嘿 所以我做完家慶君 我就跟我的師父肯談 我就跟他說 我真的很對不起你 我沒有辦法去幫 我沒有辦法去傳承 因為就像我剛剛私底下 跟主持人分享 我好不容易賺了一筆錢 然後每次拍個台戲就花光光 就因為我臉皮也薄啦 我也不敢說去跟企業家說 你必須支持我 那有人說找人來投資啊 我就跟他不要 就明明會賠錢 你為什麼要找人來投資 你不把人推入火坑嗎 那我就賺好了一筆錢 投入個台戲 完了以後 沒錢了 再出來賺錢 再投入 那你現在做的這些 看似風光了 看似你做了很多 但其實你心中有更多的空虛 更有更多的中斷 而且那師父有給你答案嗎 他只給我四個字 他也沉悶了一下 然後點點到 告訴我 給我四個字叫做 順其自然 他也不怪我 也不勉強我 對 他就說順其自然 可以做 我們就盡我們的能力做 不行 也沒辦法 我當初他隔了16年出來做忠孝結役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被他感動 我覺得他看了電視說 我們現在太亂了 孫子太阿嬤了 什麼什麼都有 他說他就坐在電視那邊 很霸氣的坐在那邊 這就是沒有關係 然後我就看他眼 不行的 我一定要再做一出中校正義 我想說 他那時候七十幾了 然後時隔16年了 我心裡想說 現在年輕人 誰跟你談什麼忠孝結役啊 有錢比較快吧 那時候我就覺得 然後他居然講一句話 讓我很感動 他說 只要我們能感動一個 就是一個 能改善改變一個人 讓他看到忠孝結役 他心存良善 他知道舉頭三尺有神明 他知道淫水失源 這就是我們的功德 我當聽了覺得有點傷感 這個你盡其一切所能 但是你不能否認這個劇 它是有需要更多更多的力量 幫助跟投入 對 可是你也做了不少 你看你也參與了很多的文化教育工作 也培育一些青少年對劇的認識 接下來你還會不會再製作這樣的劇 接下來你還會不會去做 跟老師做更多的事情 還是休息一下 先賺錢 因為那時候嘉慶君結束之後 真的很多粉絲敲碗 他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 很新鮮的歌仔戲 跟他們現在年輕人是 有對到心的 有連結到 因為我用了卡曼 然後我們的劇本真的很接地氣 然後就很多人敲碗 然後就大家粉絲都會講 你不要叫他再賣房子了 他沒有房子了 還有看什麼各仔戲 等他休息一下 你在休息是叫我去賺錢就對了 然後還有人呼籲郭董 我就說那你去他粉專呼籲啊 你知道我這邊呼籲他也看不到 然後有人就建議我集資 現在很多就是用集資 所以我就 其實真的 就覺得 滿好笑的 但是我都不敢回 因為我覺得 你既然已經做到 有一定的成績 你放棄真的 我會覺得第一可惜 第二 我就是那個傳承的心意 那個傳承的心 你會捨不得放的 你會覺得 你已經做到這個桿子了 再怎麼樣苦 我覺得我都還是會把它撐下去 我第一次在節目裡面透露 我都一直不敢鬆口說 我還要不要做 因為真的壓力很大 可是我覺得你逃不掉 因為你自己在 你說你年輕的時候 你剛告訴我們 其實你的家庭 也從來沒有強迫你做這件事情 但是你自己後來回來了 對 中間跟楊老師這個過程 你去廈門之前 你也是離開了一下 然後又回來 再跟他談過 然後你跟他做這種小結議 對 感動了你也感動你自己 你現在看到什麼就是 你自己已經是 這道科宰系的文化裡面 你責無旁貸了 所以現在賴小姐你怎麼辦 好 開心就感冒了 當然我真的 認真覺得 我有心 我願意 我願意全心投入 但是 台灣文化不是我一個人的啊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好好的看待這件事情 去珍惜這件事情 去珍惜這個文化 所以你的那個 領獎的詞準備好了嗎 還沒有 我不敢想 想一想 有兩個人你一定要準備 好 一個準備講給爸爸聽的 還有一個就是 所以楊麗華小姐 對 她對你其實 情恩重不屬於自己的父母親 是 不過你剛才告訴我們很重要一件事情 哥仔西基本上傳遞的 其實是一個價值 是一個文化 是一種生活 對 但你做的太辛苦了 但我們希望你繼續辛苦怎麼辦 好 來 我們要一起抱著她 好 抱著 我覺得今年 我們希望這樣講 我們也不要那麼樣的說這個 因為其他五個得獎 也都是非常優秀的男主角 對 但我們希望今年結果出來之後呢 將來會有更多的男演員 或者女演員 要反串 扮演 因為這樣子才能夠入圍 才能夠得獎 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哥給我這個機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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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